出國大包小包滿手戰利品 到免稅店大買特買 但是要小心飛到當地機場之後 可能反被課稅 有網友分享出國前 在桃園機場免稅店買了7萬多的衣服 結果入境日本時又被海關課稅 繳了近萬元台幣的稅金 讓他直呼真的太傻眼 這樣的話等於在免稅店就白買 在台灣的專櫃買就好了 免稅店的話可能就是 幫朋友買那個保養品 因為我們就是常出國的話 就是出去的話就買一瓶這樣子而已 下次出國再買而已 不少民眾避免海關查驗 也會選擇少量多次分堂購買 而目前日經日本免稅額度是20萬日元 大約台幣4萬塊 超過就得可稅 衣服也沒有減標 或是保養品沒有拆開過的話 其實很有可能你在入境的時候 就會被對方的國家 大家認為說你是要去做生意 你是要買這些東西去賣的 專家建議有兩種方式避免 可以剪掉標籤 直接穿上新衣服 或是回國再取貨 另外像是鐘錶珠寶或是駁金包 具有變賣價值的商品 也都是海關會特別抽查的重點 都有帶一些珠寶 或是比較貴 可能幾百萬的手錶出門 那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出國的時候先申報 最重要的是我在國內 就已經有的了 我並不是在國外出國的時候 再買回來 那這樣就可以避免說 你回到台灣的時候 跟台灣講不清的情況 旅遊達人表示 不少免稅店現在都有提供 回國取貨或是滿額寄到家的服務 提醒民眾多加留意免稅規定 才不會壞了出國好心情 三夕新聞周永佩華台北才